520下禮拜一 蔡英文就卸任 問她說卸任你要做什麼 先睡個三天三夜 這我有點驚訝 好像她平常沒有什麼睡夠 我覺得 故意講的 讓人家覺得她很認真 我覺得她睡 睡覺應該是時間夠才對 平常也很少看她到底是怎樣 日裡多少機 怎麼睡覺那麼重要 那就表示說我很累 為了你們 為了國事 我都沒睡好了 現在我可以好好睡三天三夜 中共也沒閒著 16個機跟艦在台海周邊活動 有一架進入北部空域 以前他們常常在 我們的西南部這邊 跑到北部空域來 最近還常來什麼離基隆多遠 離什麼淡水多遠等等 就跟你越來越靠近 越來越靠近 讓你慢慢習慣了 所以為什麼老共一直來 給台海施壓力 說是因為民進黨一直宣傳 14項說美台軍事合作大內宣 對啊 美台軍事合作了 然後在海上不起而語了 茫茫大海兩艘艦突然碰在一起就演習了 所以老共很生氣 說好你來 我也給你去 所以說因此來施壓了 另外專家是說 老共對台灣的施壓有三種狀況 軍機朝陸地接近 周圍常常部署軍艦 數目增加了 第三個 機艦聯合 這個戰備警巡 最近常搞這個 海 空 聯合在一起 所以慢慢慢慢搞成這樣子 另外賴清的520演說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也不能賴清的演說 會有什麼特別的驚奇 驚奇不在 就說在以後看他要怎樣 可是他們就把賴清的 過去的話講出來 2019年台灣要獨立自主 台灣不做第二個香港 然後2015年 我就大陸說你獨立我要打你 他說這樣的說法 表示中華民國存在 另外台南市長的時候 2015年的時候 我當然是主張台灣獨立 另外台獨是民進黨的主張 然後現在尊重全民的選擇 我是一個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 我親中愛台 台獨不代表反中 然後反正我要 他基本上不被不看維持現象 我覺得這個還好 不被不看維持現象還好 另外前海基會的董事長 洪其商做海基會董事長 他說北京不能單方面期待 就是說你老實說期待台灣這樣 不能單方面期待 另外外交部說有51個團 508個外賓來參與 來請問你的就職典禮 好 那麼怎麼樣我們看一下 你畢業之後想要做什麼 讓我們先睡三天三夜以後再開始想 這是最實際的 確實想就是 就是睡覺不要想其他的事 來 柴薇 其實我覺得這個蔡英文 她已經當了八年的神隱少女 然後都已經即將卸任了 還跟大家說 她卸任第一件事想要好好睡覺 我覺得最難過 聽得最唏噓的應該是台灣的老公吧 因為台灣老公普遍睡不飽 睡不好 睡不夠 薪資又少 然後現在總統跟我說 我卸任之後想要好好睡一覺 所以我覺得台灣老公 是真的滿可憐的 我覺得蔡英文現在 感覺就是在裝忙 但我覺得她也是還滿奇怪 一下子對A媒體說 想要好好睡覺 一下子又對B媒體說 我卸任最想要做的事情 是好好開車 到底想要什麼 還有時候最喜歡到東京去走路 她其實有 對 又說要走路 她其實有說過很愛開車 好 但不管是什麼 總歸一句 不要邊睡覺邊開車就好了 因為她這八年來 已經讓台灣人民陷入了困境 千萬不要再讓路上的民眾 這些歧視陷入危險當中 我覺得說回來520 這個賴清德 準總統賴清德 他的演講會是什麼 其實普遍不管是我 又或者是我在網路上面 看到一些對政治關心的 一些年輕人來說好了 他們一點都不期待 完完全全不期待 為什麼 因為大概賴清德他會講的 他大概就是穩穩定定 然後大概就是走蔡英文的路線 大概就是這一些 適守一個比較持平穩定的路線 因為大家對於民進黨的 一個想像就是什麼不會 但是這種堆疊文字 讓這一些總統 然後讓這一些官員講出 很華麗的言辭 這就是民進黨最會做的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是要觀察 未來賴清德還有包含他的 國防國安團隊 會不會按照可能他520講的 包含穩定 不卑不亢等等的 持續按照他這樣子 美麗的言辭走下去 我覺得這才是大家要 關注的一個重點 但是有可能嗎 從現在的整體民進黨 整體賴清德 他的用人風格上 其實對兩岸關係 還是鷹派戰上風 尤其包含孤立雄 尤其包含吳釗燮等人 還有包含現在的兩岸發言 通通都是鷹派戰上風 所以接下來賴清德 他不是要有所改變 那就是真的要釋放善意 宏其昌講的那句話 我覺得很好笑 什麼叫做不要單方面期待 其實這句話也是要告訴民進黨 要對方放出友善的善意 也不是要單方面期待 應該是雙方都要去釋放出善意 但很可惜 現在從賴清德他的用人 還有現在包含任內的這些官員 他們兩岸的一些做法 通通都看不出有任何的善意 志玄 蔡總統他即將要卸任 當然這個是一個 大階段性的任務達成 他會不會再想像 他卸任之後的生活 我想當然這兩天晚上 他說他睡三天三夜 說真的 過去他執政八年的時間 在媒體上 跟媒體很少互動 這個我想大家都知道 其實國人對於蔡英文在做什麼 其實瞭解程度也不高 這兩天其實網路上 很多年輕人都在看什麼 你知道嗎 都在看蔡英文的一日幕僚 連續出了兩集 等於她要卸任了 統整了一下她的內容 說真的我最近睡不好 看了那個我馬上睡著 因為太無聊了 裡面幾乎沒什麼內容 看積結 怎麼T-pass這種東西 我認為執政了八年的總統 你應該有更多東西 可以跟國人交代 說回來520的時間 520我個人的看法就是菜歸賴水 應該不會有什麼太特別的事情 尤其羅森博格 這一次這麼多的次數來到台灣 我認為他們的目的 就是確保賴清德 在520上面的講稿演說 是可以是一個安全 對美國人來講 我相信影響可能很清楚 No surprise Status score 這些都是美國人的訴求 但是我也必須講 賴清德一錄 他的從政生涯 在這個獨派 在他的個人這種意識形態 思想上面是非常強烈的立場 他有幸終於 如願給他當到了總統 在這個520當天 他的講稿會不會比蔡英文 多出那麼一點點 我認為是有可能的 也要對他長期支持他獨派的 這些支持者們有所交代 立翔 這個我想 當然在520的講稿裡面 大家應該是可以期待 看到就是穩健 看到維持現狀 看到這個依循 我們中華民國的框架 我想這個是歷年總統 無論是民進黨 國民黨 都會強調的項目 所以這部分 但是我其實重點 我覺得是在這裡 其實我前幾天在美國智庫 發表談話也是在這裡 就是說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 並不是台灣片面的責任 也就是說民進黨政府 應該要盡全力 事處的善意 但是同時堅守 我們該堅守的原則 所以無論是願意交流 無論是希望以不冒進 這個相關的方式 來處理兩岸事務 無論是盡量 在各種的談話當中 展現出一個穩健 一個穩定 甚至一個平衡的立場 我想這個是一個基本的要求 但是過去8年來 蔡總統 國際社會確實是認為 他在維護兩岸現狀上 是世俗相對的努力的 但中國並沒有做出相對的回應 就是從2016年開始 這個未完成的答卷 一直到今天 中國切掉了交流 中國軍機侵入我們的防控識別區 軍事操演在台海的周邊等等 所以我是說 當然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該做事要做 但是希望對岸也可以接求 希望對岸也可以看到說 民進黨已經是跟過去 我們所早期看到的 民進黨的傳統的事物 已經不太一樣了 已經往中間靠攏了 是不是在往中間靠攏的狀況下 大家可以有空間 重新去思考說 要如何做下來 討論出一個共存的方式 一個和平共存的方式 所以我是覺得說 520是一個新的契機 當然過去8年來 是已經發生很多事情 但希望520之後 雙方都有機會重新去思考 一個和平跟穩定的兩岸關係 是要如何維持 把另外NCC被懷疑把徐曉星 檢舉的資料外洩 給親綠的名嘴 北檢列他之案偵辦 會不會有結果 我不知道了 因為NCC洩漏給溫朗東 說檢舉溫朗東的徐小姐 所以黃國昌說政府不應該 不應該去洩漏人家的檢舉人 根本不保護吹哨人 是非常重要的 否則的話 因為我們要鼓勵檢舉 你比如說像香港的連任公署 我們現在是 你檢舉貪污 你不拒敏還不受理 連任公署說你不拒敏照樣受理 但是查的時候 不會去騷擾當事人 去查清楚 以前經常這樣 比如說有人檢舉什麼噪音 什麼汙染等等 然後很多交給地方環保局 結果不但汙染問題沒有解決 檢舉人都被洩漏 人員比如講拿人家的紅包 不是我要 拿你的錢 這不是我要弄你 你們鄰居檢舉 你把你鄰居關係擺平好了 鄰居常常被威脅 我當環保時我怎麼做 所以我到這邊檢舉的東西 我遮罪 都是趙浩康檢舉 當事人名字全部遮罪 來 找我 你要保護檢舉當事人 你真會把當事人的名字洩漏呢